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为大家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抓拖鸟 鸵鸟 那是目前世界现存最大的鸟了 它身高能有两三米 体重能有三百多斤 一双有力的大腿 要是跑起来速度能达到每小时八十公里 对于养鸵鸟的人来说 抓鸵鸟是最基本的工作 可鸵鸟那是力量和速度兼具呀 所以要想抓住它们就得借着工具 这是抓鸵鸟的工具 怎么办 咱们抓鸵鸟啊 第一个主意实际上要勾它的脖子 千万不能勾腿 只能勾脖子嘛 勾脖子是嘴啊菜的 第二个就是抓了之后啊 要把它给带上这个头罩 那咱们就开始吧 拜拜 其实我觉得还是能挺简单的这个东西 因为毕竟它鸵鸟这个杀伤力还可以 我觉得没有像那些别的那些动物那么害怕吧 每次这个的时候就非常的困难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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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怕都会踢我 我很害怕 哥哥我先试足一把 我先来 我先看看 好 我试一下 我试一下 我来踢我 关键 关键是这个 这个杆太沉了 这个杆太沉了 这在挥动这个杆用的体力太多了 你得靠底下这 靠底下这以后还累 好 上 抓他的腿 你抓我给你 带头跑 好 没事 这就抓住了 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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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没事了 今天再抓住 没了 好 他出热气一下 我没想到 这就这么狀 这么狀 啊 哇 啊 牛 去吧 去吧 哇 好 上上 啊 啊 大家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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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劲儿大 他压得住他 这个钩子一到我的手里 我也想那么压他 我劲儿不够 然后团长可能感觉到了 换个人了 然后就失去老后 一转 然后我就 哗插了我的粗糙 恶手了 你 大姐好厉害 这还得是专业人士 这是太厉害了 我真的怕我会脱手 我看 他胆子太大了 我自己套头 不行 我要试一下 忘占是小的 就是你了 有点 那个是养猪的声音 好不好 鲁鲁鲁 行 说 炸鲁鲁鲁 在说 那个是养猪的声音 鲁鲁鲁鲁鲁鲁鲁锁 鲁鲁鲁鲁鲁鱼鲁鲁鲁酉ital 您帮忙了 我这个 脱脚宝的比您快 我来帮你吧 寿妹 去我刚才进这个卷 这么长时间 我这个工作经验来看 判断的 就是不能跑 你要是跑的话 他就认为你会攻击他 所以他就会害怕 所以能够站到不动是吗 不是不动 不要不动 就是跟随着他的节奏 你知道吗 就想象自己是一只鸵鸟 那也行 那也行 就是他 别动 我必须抓到你今天 别动了 这没问题 我体力要不支了 来 泡吧 没事 他已经都有体力了 坐吧 我抓了 我抓了 现在老现在 我想骑着 可以吧 我怕都突然起来 试一下 试一下 我就算了 来试一下 你轻轻的 你先试 你先试 先试 你先试 看他能不能起来 你别做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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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 突然就站了起来了 但是我还很感谢那只鸵鸟 它没有完全地站起来 它假设如果真的完全站起来的话 我觉得我肯定是要掉下去的 劳动最光荣 龙活大体验 我们是大兵小将组合 这是我们猪场养这个明珠 东北明珠 对 猪是不是很可爱 很可爱 猪的猪 一会你看见你就知道了 好好好 快点我们去 你看 过来吧 比我们想象的好大了 来吧 看看这个猪 真看到猎牙了 你看你看 哇 好长啊 我教给你一个任务 这个任务就是抓猪 抓猪 第八年时候 你要不招惹他 他不会主动攻击人的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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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头色 防止 调 rane 真酷了 有哈纳哥在 哈纳哥当我兵了 怕什么 你怕我 不强壮 抓的不是这个猪 是另外一群猪 你往这边看 今天抓这个就是这群猪 抓猪 这事很重要 不管是防疫还是出篮 都需要抓猪 可如果抓的方法不对 就算是你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也不一定能够抓住它 看看这个猪感觉怎么样 比那个小多了 有没有信心把它抓住 有 好 我给你们准备了这些抓猪的工具 有绳子 有网 还有套子 你们可以借助这些工具去抓猪 剩下这些就看你们的表现了 好 跟我走 我们拿那个东西 是我的 我不要工具 我们一会分头作战 我也是当我兵的人 我给他唱歌唱催眠 让他们都老实了 我好下手 猪 你的鼻子有两个空 感冒时候还刮着鼻涕牛牛 你们看 我唱歌猪可老实了 你们看 我说你笑容 我说你说你怎么可能会捏 我说我与我的手 词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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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猪的那种反抗那种本能的那种 因为他毕竟民主还有一种野性在里面 那个时候我就是想 一定要把他制服 一定要把他压倒 走 回头 尾巴疼 不敢骑到上面把他掉倒 我不敢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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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敢 本以为同手抓猪很容易 但没有想到 大兵小将不管是用蛮力 还是用策略 都没抓住猪 最后大兵小将还是决定借助工具来抓猪 虽然看见猪就吓得哇哇乱叫 但是小将还是想借助工具单独完成挑战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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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猪套上脑胎之后 他这个眼睛看不见前面来 这个猪他只能往后退 很难把这个猪抓住 啊 啊 好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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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孩从猪身后面过去 后面 是吗 啊 啊 啊 我抓不来了 这种方法尽管很容易套住猪 但是要想完全制服猪 还是有一定难度的 小将选择用套子和绳子 在工具的选择上就不大合适 将猪抓住不是目的 而是将猪能够制服才行 只剩下了王 他们又该怎么办呢 我怕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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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 去 好 抓住啊 你不要护开啊 等一下 回来 今天的任务 成功 嗨 大家好 我们是大男小女组合 我是大男 我是小女 劳动最温柔 共和大体验 耶 您好 欢迎来到这个深太阳届枝地 这个山上有五万多只鉸 这么多 你们的第一个任务是抓紧 看谁抓得最長 五万多之间 这还不容易吗 这 哎呀 玩我的 我就不信了 我这五尺高的汉子 抓不到你这半尺高的鸡 抓不到你这半尺高的鸡 那我就不信了 我这腿长跑不过 你们腿短的 不能不能这样追了 什么意思 咱们得想个办法 得制取 我把这个面包 往鸡群里散 然后你趁机 不注意的时候 然后再抓鸡 嗯 行 走 行 走 那怎么给他 买鸿蒙燕 我要散面包了 你做好准备 多撒点 多撒点 撒 多撒 从今来是吧 试试吧 这个鸡吃不惯西苍呀 我弄了块白菜 试试吧 那我来试试 不是 他这鸡太灵敏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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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老师 我们努力过了 哈哈哈哈 你这样雷次也抓不住 那你们是怎么抓鸡的 把驾驶抬上来 学长我们就用这个东西抓鸡 东西会用吗 会会会 我们小时候捞鱼就用这个 那就是什么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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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跑不了 哎 跑 跑不了了 哎呀 我的天 哎呀 我抓到了 给我我也抓两只 抓到一只 如果抓几只鸡 用这种工具还可以 要是抓上几十只鸡 它就不行了 如果这种抓法的话 那太费事了 那有什么办法 把他的架势抬出来 确实我们就用这个东西来抓紧 这玩意儿怎么抓紧啊 可爱你们这智慧的时候到了 小伙子很聪明 想起了曾经看到过的一幅画 这样你去找根绳跟棍子 你说这个东西怎么绑 应该可以了 这样放的 如果这样放更好 是吧 这样一下拉走了 是吗 对 把舌子离过 跌在这 你底在里面呢 行行行 就这样 好 如果抓几十只鸡 用这种筛子还可以 要是抓上成百上千只鸡 它呀就不行了 五万多千只鸡 这样太费人了 我们还有更高效的办法 更高效 那是什么办法 以后你就知道了 哇 全是鸡 哇 全是鸡 小姑娘 你搁起带两只 看看它老实不老实 鸡是天生的夜盲 夜里很老实 一打一个招 但是如果方法不对 就会引起炸群 这个晚上的鸡是有炸群的 我带着你看一下 我住他的尺子 带着他的大腿 把他包起来 你看 这样 不要叫他来回来跑 挣扎 一挣扎以后 就懂了别的鸡 这样子 就是把翅膀里包住 对 带着翅膀 不要叫他肥 你要大肚带着腿 他就肥 你看 对 对了 明白 再来试一试 这样是不是对了 对 这样 这个样子 对吧 包住他的尺子以后 他就不动了 抓住翅膀 对了吗 对 很厉害吧 今天你们的第二个任务 就是捡鸵鸟蛋 鸵鸟蛋 鸵鸟蛋 这好啊 你没取过鸵鸟蛋吗 我没有 我连鸡蛋我都没取过 别说鸵鸟蛋了 鸡蛋鸭蛋 我这些都讲鸵蛋 真的没见过 真的没见过 咱们都 真的就是生活中 好像就是没有这种东西的感觉 对啊 赶快咱们做任务去吧 赶紧赶紧的 咱们喊口号 劳动最光荣 能活大体现 来 把鸵鸟 哪有蛋啊 盘哥 是没看见的 进去看看算了 小狗子 不许计 会提人的 这不昨天 抓那么多也没提啊 这是供鸟 种鸟 对对 哦 它就是吃饭火山了嘛 这都攻击你人的狡献 攻击蛋挡性的 对对对 这七八年十几年的鸟了 这些鸵鸟 可和昨天抓的那些不一样 它们可不是好惹的 饲养员 鸵鸟 鸵鸟 鸵鸟们会把蛋生在那些比较松软的沙堆里 而且鸵鸟天生就有护蛋的本能 所以要完成任务 不光要捡到蛋 还需要时刻警惕 避开鸵鸟的威胁 胖哥受魅 要怎么办呢 我还以为是挺好的 不能攻击人 差点就进去了 一开始还觉得挺兴奋的 我觉得鸟鸟 但没见过那种 但是后来就是还挺害怕的 你说鸵鸟那么危险 但是那蛋怎么建呀 所以说就需要咱们的秘密武器 大盾牌 你有这个 一会儿啊 我就拿着这个盾牌 我进到这里边去 你呀就在我的身后 让哥哥我保护你 哇哦不错呀 咱们试试吧 行那那试试啊 到前面一遍了 走 走 我进来了啊 我出来的时候费定的 好啊 好啊 我来说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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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小声 开大声吓着他们 不行啊再这样 吓死了 不行不行 我想想要什么办法 哎呀妈你看这样子 边分两路 刚才不是在一起吗 这是边分两路 你在那边鲜鸟的助力 然后我在这边呢 偷偷的取蛋 你看这行 那你取蛋能行吗 就你那边得把那个鸟 都吸引到他那儿去 然后我取蛋 你想想什么办法 你能吸引住他 实在不行 我就跳半鸵鸟舞吧 我是一鸟鸟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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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呀来呀 来呀来呀 要踩过来吧 动作大一点 动作大一点 他那个动作实在是太逗了 然后就加上他那个体型 那个肚子 然后他跳舞的时候 那个肚子很差 变我是不是 哎呦天 这哪是把鸟鸟都陷塌了 就是没有要往我这边赶 不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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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跳了 不行 不行不行 你跳不跳 我这方法不行 这不行 他们 就用这个怎么样 怎么办 这词能行吗 我敲出他的声音 我把鸟鸟吸引过来 你再给我拖 干嘛你就试试 好 来了 走 来 瞧一瞧 看一看啊 有钱捧个前场 没钱 借钱捧个前场啊 哈哈 那个大哥 哎就是你了 哎呦大哥 大哥你别跑啊大哥 你来啥 大哥你跑这么快 你是不是要踢我啊大哥 大哥你踢我就不对了啊 那实在不行 咱们江湖再见 我走了 判哥寿妹 你们怎么还没满成水屋啊 叔叔 没有 太难了 我给你们带来了一个正确的工具 这个是正确的 对 这是这里能掏脱小蛋的 行啊 我给你掏一个你们看看啊 可以长可以短 饲养员特意为胖哥寿妹进行了一个演示 有了这个工具 取蛋时就能和鸵鸟保持安全的距离了 就算在鸵鸟的看护下 也可以轻松的取出鸵鸟蛋了 这么容易 这样就可以了 这个容易 我们刚才用了好多的错办法 这样就行了 来 因为可以试试 这有鸵鸟蛋就一窝倒了 能让鸵鸟蛋这么轻松啊 对啊 那真的是很简单啊 来来来 可以了 可以了 我是我 我是奶奶 这是可以了 可以了 帮我了 帮我了 刚快拿回 刚快拿回 这个是属于你的战利品 太好了 太棒了 你找他自己 那么大 虽然也有我一点儿去 但是还是大部分是你的 听不懂 来 听快 他们的设计真的是非常人性化 而且那个把手握得很稳 所以在那个时候你不会脱手 而且是工作效率会提高很多 脱鸟蛋硬的呢 是吗 能变成一个人 行我试试 真的 让我试试 我可以 真的可以 我可以 真的可以 我要试一只脚 我感觉一只脚都没有问题 我感觉一只脚都没有问题 你自己读脸 我也是 我让你上 你让你先 真的 我可以 我竟然可以 我也是一只脚都可以 我转转圈也可以啊 我现在要给你们俩一个心理任务 任务 小猪出生之后 减断它的牙齿 减断出生子猪的脐带 再给出生这个小猪 给它减断尾巴 这 这 它生的时候好可怜 你看看 你看有变化了 有变化了 你看它又不一样了 它是直接在这里生的吗 对啊 看好像在哭哎 那它哭是不是也是疼的哭啊 应该是 啊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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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又起来了 是不是我们惊着它了 太怕了 是要生了 还是我们惊着它了 嘘 安静点 安静点 快快快 快快快 我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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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抓哪个位置没事吧 这个环节过于专业 一旦护理出了问题 可能就会要了小猪的命 所以这个环节的体验 需要在专业人员的指导下完成 快咬我啊 他不会咬你的 咬了 你就给它擦净了 咬了 先擦一下 哇 他咬我 把那个表面的粘液擦干净就可以了 我提示说这些东西 你现在就可以了擦了 擦可以了 然后怎么动 先弄下洗 回血 回血 好 好 简单把线里下脚断的 下把脚的 哇 他疼不吭吭就断尾啊 把这尾巴断掉了 保留三分之一 全体给它擦椅子 对 哪个位置 这个位置就可以了 你自己左右 对 脚断吗 脚断的 哇 一脚就断了 行吗 太厂了留着 留刷就短一点的 再留着短一点 对不起了啊 再起了啊 再起了啊 对 好好好 然后怎么办 然后怎么办 牙齿减着 上下一个 都要脚掉 倒一下 脚 你脚就掉了 哇 好疼 对 我都紧张得出汗了 毕酒的入 孩子别动 别动 好 减牙和断尾 大兵小将 做的是胆战心惊 而又心生疑问 他们担心 剪牙和断尾 会伤害到小猪 其实 这样的担心 是多余的 剪掉的牙 叫犬牙 比较锋利 容易把母猪的 乳头咬伤 也会在和别的子猪 打架时 造成伤害 席根剪掉 既不会伤了牙龈 也不会伤了牙根 小猪也不疼痛 而断尾 是因为 猪有互相咬尾巴的 坏毛病 严重的 会把尾巴咬得 发炎肿胀 最后 伤害到后驱神经 造成瘫痪 不管是剪牙 还是断尾 这都是对猪的 一种保护措施 都是为了 让它们 更好的生长 大兵小将在饲养员的指导下 已经完成了三只小猪的护理 可是 第四只小猪 却迟迟没有生下来 饲养员根据经验 告诉大兵小将 这一只母猪 出现了满产 又滴血了 饲养员看到紧张的大兵小将 告诉他们 其实也不要太过于担心 只要采取适当的测试 母猪就会顺利地继续生产 我先来 我先来 真的能摸得到里面 他在用脚蹬我 我在帮你 他在踢我 他挺舒服 翘了个腿 好行 我来试试 给他助肠 第一次摸 我有点紧张 你能摸那个位置 往下一点 你把泪调鼓去了 这样子 要给他唱个歌 让他放松一下心情 你跟着我的节奏好不好 帮着他 我的心在等待 小猪快出来 我的心在等待 出没出来 我不我是吧 是不是 对 使劲了 对 使劲了 等一下 等一下 我可以使劲了 加油 加油 出来没有 没有 他使劲的时候 你再对人都不动 他仰致你 好啊 他使劲的时候 我不要动 对吗 你不能使劲 你使劲了 你使劲了 好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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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都擦得这么干净 又出来一个 又出来一个 随着一只只小猪的顺利诞生 大兵小将对于护理也逐渐的熟练起来 他们将在饲养员不在指导的情况下 真正体验如何护理刚刚出生的小猪 来 往回 回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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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师傅跟我们说的 现在是在一寸处的时候给它齐带部位打个结 然后我们剪掉 对 剪掉 好 然后 断掉 OK 下面做的这项是断尾 断掉三分之二 保留三分之一 钳子是这样的 来 看好 别动 好 好 好 来 现在我们要给它减牙齿 减牙齿 从这里 从上面 不要急 不要急 小宝贝不要急 不要急 擦一下擦一下前面 毛巾 毛巾要擦一下 快点 这不是毛巾吗 这不是毛巾吗 我紧张的找不到东西了 哎呦 来 好 好 哎 把你剪的放平 剪的放平 一下脚两个 嗯 抓紧时间 抓紧时间 来我给你掰着嘴唇 好 不要脚到它小道 没有没有 嘴唇 没有 好 这边这边 好 上面上面 上 用手摸一下 看看 我不敢摸 怕 我来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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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平不平 这边的上面 这边 看 上面的 左边上面 对对对 好 这是基本上 基本上的这个过程就完成了 剪掉牙齿是可以让它被那个就是哺乳的时候不会伤害到它妈妈 然后就是这样会不然的话它会拒绝去哺乳给这个小猪再哺乳 在大兵小匠的体验过程中 他们遇到了很多突发情况 不仅遇到了母猪的难产 还遇到了一只假死的小猪 这只小猪刚出生时 津津有微弱的呼吸 在专家指导下 大兵小匠开始对这只小猪进行抢救 赶紧救它 要把它救活 嗯 给这不活 因为它到底以下 它就能 过 猪做人工呼吸 其实不是这样的 专业的老师 还有周厂长告诉我们了 不是嘴 我们可以人工呼吸 人是嘴对对 猪是要这样 对就是胸腔腔腔压缩 压迫 压迫胸腔和腔腔 你看你看你看 活过来了没有 看 但是现在要让它缓一缓 加油加油 拍轻拍轻拍 别睡着 别睡着 我看好你 相信你 你不要睡着 就是这样拍吗 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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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棒啊 这样 这样 这样就好 就是太瘦了 好 起来吧 好 站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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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是大男小女组合 我是大男 我是小女 老老子老老 老婆大爹 耶 现在我给你安排 第二个音乐 选一 啥内容 第一 能处的动静 把满上边也连接 选速集中起来 第二 跨越 第三 跳高 这里所说的迅鸡 是让漫山遍野的鸡 掌握某种技能 便于管理 提高它们的野外生存能力 增强体魄 你说咋办 咋办呀 这 你学母鸡笑 我学公鸡叫 我学母鸡叫 那是 真是 真是城里来的少男少女啊 学公鸡不像公鸡 学母鸡不像母鸡 难怪这漫山遍野的鸡 根本就不理他俩呢 好在老田站起来 给他俩支了个招 我教给你们一个办法 吹一下哨 打点玉米 吹一下哨 打点玉米 满上边的鸡 听一下哨哨 就都来了 你们试一下 来 试一下 试一下 火不其然 哨子一响 飞的飞跑的跑 这公鸡母鸡是都来了 这招还提管用啊 这招还提管用 五万多只鸡 饲养在大山里 上山喂鸡很困难 饲养员们 就用吹哨撒米的办法 对鸡进行训练 时间一长 这鸡们就形成条件反射了 喂鸡时 只要在山下一吹哨 山上的鸡 就会从四面八方向 这里集中 喂鸡就变得轻松了 现在执行第二个项目 跨越 你们给它设置 将来 大男小女就地取材自己动手 设置了一道十多米长 五十多厘米高的栅栏 并在栅栏一侧 撒上玉米 用美食引诱的方法 让鸡跨越炸了 它咋不过来 是没看到玉米吗 要不去找点青菜 行 你去吧 鸡看见美食很想吃 但是 它们不跳 而是从栅栏两端绕过来 这样 可就达不到锻炼的目的了 试试 试试吧 大男小女采取对策 把栅栏改成四周封闭的 好多玉米 谁就跳进来 你看 进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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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一个 还有一种一套 进去了 太棒了 进去了 进去了 下手鸡 果然是鸡界的战斗鸡 绝对是 又跳 又跳 鸡跳进来吃食 吃完了还必须得跳出去 这样跳跃着出出进进 就达到了锻炼身体增强体魄的目的 现在这个星体台上 让鸡跳高 怎么挑战 你们自己想办法 让鸡锻炼跨越 还不够 还要训练 他们跳高 跳得高 就能吃到更多的 长在树上的野果 快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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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跳 都是美食 老天对这种方法比较认可 但是 他有一个要求 你们得想个办法 要更多的参与这来 什么办法 你们得想办法 要不然你说我们把那个菜绑在绳子上 然后从一边然后到另一边 试试吧 太厉害了 太厉害了 太棒了 太棒了 一起飞了 一起一起 太棒了 干都急啊 对啊 快看 飞了 飞了 太棒了 好棒了 太棒了 太棒了 再 一起飞 一起飞了 又飞起来了 飞 飞 飞 好 一二三四五 哎 起飞 那只最有力量了 哇 看看 最高 最高的 嗯 太棒了 太棒 对啊 今天我们要继续第三个任务啊 然后你们就先在这里等一下 你们要有点准备工作 准备好了 就要你了呀 好的 好的 今天到底会是什么呢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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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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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